我一生行善积德 看到这个是我应得的 床下修狗 床上狼狗 乌磊和周宇童这段精密戏 性张力简直拉满 而且在失戏的时候 导演想把周宇童的衣服拉下来 乌磊健壮 立马把导演的手拍开 拍完之后还慌乱帮姐姐拉上衣服 真的是很暖心了 戏内和戏外的乌磊 反差真的很大 戏外的乌磊可可爱爱 没有脑袋 戏内的乌磊简直就是狼狗 前一秒还可可爱爱 下一秒入戏之后 眼神就变得凶狠起来 但在片场 乌磊跟周宇童还是很玩的来的 来一起玩翘翘板 周宇童嘴里说着要真实一点 但是真到了拍摄的时候 这害怕不像是演出来的 我怎么不能把你压下来 这两人一起荡秋千也是很好笑 周宇童属于岁月静好的内卦 但反观无垒 他恨不得直接荡到天上去 除此之外还在一起抓娃娃 乌磊本来胜圈在握 脸看娃娃都要上钩了 周宇童也在一旁等着庆祝了 谁知道最后竟然抓到了一只球 周宇童好不容易抓到了两个 但是工作人员就提醒他们说 让放回去 吴磊这时候就不答应了 还一起骑着电动小三轮去动物园 周宇童未长停录吃东西 乌磊就在一旁给他拍照片 现场的氛围简直不要太好 在剧里吴磊饰演的角色叫宋三川 结果就是宋三川这三个字 让周宇童犯了难 接二连三的嘴瓢 宋三川自从来到俊磊之中 对不起 对不起 宋三川自从到了俊磊库里 对不起 导演 宋三川 哎呀 我这句话说不出来了 还在一场亲密戏中 当时的氛围已经非常好了 但导演一句好高的鼻子 让他们俩都憋不住了 别急 你就让他演吧 导演 你让他自己演 谢谢你 拍完戏两人也是不走寻常路 刚气上就把两人都嗑着了 好痛啊 提起周宇童的口头禅 吴磊连想都没想 就直接脱口而出 我哎 周宇童哎 我哎 周宇童哎 你别说这学的还真的挺有模有样的 这两人一起去草楼也是典型好笑 吴磊模仿周宇童有一种不顾人死活的好笑 你吗 是不是爱上我了 我没有 我哎 周宇童哎 哎 我知道你就嘴上不说 当然 周宇童肯定也模仿回去了 而且这两人模仿对方说的话 还是配套的呢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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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吴磊在拍一场亲密戏之前 竟然还流鼻血了 周一同当时还小小的骄傲了一下 但得知原因后又有点心疼吴磊 最后在宣传爱情而已的时候 吴磊也是用了十足的劲 甚至把一旁的钟宇童吓得脑子都空了 周一同和吴磊的合作还是很有火花的 虽然两人相差的有七岁 但是各种梗还都能接上 看来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 早上好 我是吴磊 早上好 我是周一同 爱情而已 连 根 石 天 直 通 大 解 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